感恩节的一个因素 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感恩节的时候 股市是没有开 但是星期五的时候 再重新开的一个情况 但是感恩节有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买买买 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已经预计到 以前感恩节的画面 都是躲在门口堵的 然后等开门 然后大家冲进去 现在其实感恩节也有很多 就是线上的预售 就有点像双11之前就已经开始 大家在看online 有没有一些预购一些状态 数据方面出来还蛮好的 说是美国一年一度的 这一次的黑五 感恩节的这个在线的 一个数据的预售 可以看到已经是超过了 40亿美元的 那相当于按年增长了18.9% 阿里巴巴之前双11 大家还记得吗 它的这个总成交额 说的是2000多亿的这个人民币 当然这个不能同日而语 因为你不能够 两个都只比online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感恩节还有很多 就是真的是off 就是offline的一个销售的 一个情况 我们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 再跟大家跟进它的数据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情况 是我们在看到美国也好 内地也好 还是很火热的一个消费的状态 会觉得香港的零售业的寒冬 有点太冷了吗 真的是 因为我可以说 现在我们香港也有一个sales出来 就是特别就是利夫 他的旗下的sogo 现在也就是Thanksgiving 就是那个感谢周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结构也出来 我在昨天也逛了一圈 您去铜锣湾sogo去感受了一下吗 感受一下 因为零售的一方面 是不是真的很冷淡真的很冷 就是过去的时候 我很想就是去买一些东西 但是有很多国内的同胞 已经在里面 所以我寄也寄不进去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人 就很容易你就寄进去了 很容易 还有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对你呢 都是很 就问你要什么 就是很主动 但是过往的时候 就是没有人理你 因为太忙了对吧 所以我可以说 真的是对香港的零售业的影响很大 就是社会的那个事件 还有呢 本身现在很多人喜欢购买的一个模式 就是在线上那方面的事情 线下的很多人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看 我可以说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 他们也会看在线上有什么东西去买 所以他们可以花的时间 其实是比较担心一点 灵活一点 但是线下的话 现在也看见就是香港的 那个社会的事件还没有稳定 所以很多人下班以后也会回家 也不会去消费 所以也看见在昨天的时候呢 就是周大福还有卢夫 他们也出了有关的卸击 就是卢夫集团 因为他在香港有太多的店铺在香港了 所以也看见他在那个业绩那方面呢 也就是收窄了真的是很多 但是周大福他有一点好 就是为什么今天也涨了超过5%了 就是因为公司 其实他除了在香港有店铺以外 他在国内也有那个店铺 还有他在国内的店铺的分量 就是对比卢夫的话是比较多一点 还有就是周大福本身 他公司自己做那个 黄金的对冲是比较好的 就是黄金今年也涨了很多 所以也帮助了公司的那个业绩那方面 做得挺好 那这整体你看见就是我们说的 优本三陆林 还有就是去挖集团 他们现在的都是对那个零售的影响 就是很多 所以我可以说就是有关的数据 在下一年的第一队到也会期许 看起来还是这个所谓的一夜之秋 现在已经不光是一夜之秋了 是一夜之冬的那个感觉 那我们也来看到 您刚刚关心到的一些公司的业绩 翠华中午的时候 公布了9月底指的中期的业绩 真的是蛮惨淡的 应该说这个情况是油银转亏 亏损达到了4450万元的一个位置 周大福早上跟大家跟进过 他半年的一个业绩跌了有超过两成 六福方面跌了两成半的 迪生创建其实是在星期三的时候 公布了他的一个业绩 跌幅也是超过10%的 迪生大家都知道 也是做一些非常就是高端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零售方面的情况 看起来还是蛮有影响的 而且公司他们是直接说 对于这个零售的 本港零售的气氛是极为悲观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他真的是完全是在做最最可能受影响的 那一块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很多的就是零售行业 真的是面临到一个坎 就是过去的一些时间 他们其实不用动脑筋的 就像就像你说他们只要就是打开门 然后生意就来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知道整体的一个香港的一个 零售行业的他面对的一个结构 包括是很多的自由型的客户等等的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很多救亡的声音啊 觉得说的确是接下来会看到很多的门关了 或者是在租金方面要有出现很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 等等的所谓的出招救亡 那您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些板块 有没有可能说就像比如说周大福 他稍微平衡一点 所以让大家觉得说有点希望 如果是完全纯粹本港的感觉的生意的 那真的是很难在短期看好 其实真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很多的一些的上市的公司 如果他们把重心是放在那个香港的话 影响是蛮大 好像是我们说的178萨萨国际 就是刚刚公司也公布了中期的业绩 是首次03年到现在第一次没有派中期 真的是令到很多人希望 还有公司也说了 他就是第一次做那个亏损的 因为萨萨国际本身他起家就是在香港 很多的店铺也就是在香港 所以现在就是国内的同胞来香港是小了 所以对他的业绩的影响蛮大 去滑红空股也就是 所以他其实也是很受自由性怀疑 对很多人喜欢他的就是那个来有助对吧 所以现在小人去刺的话 其实影响蛮大 都是你看见就是周大福他表现很好 就是因为本身他公司就是有那个 对冲的那个业务出来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另外一支 就是零售股就是那个洛斯坦 就是那个欧苏丹 欧苏丹 他做的挺好的 欧苏丹973很好 对啊 因为他其实在国内的那个店铺 比香港蛮多 超多 就是香港的店铺没有国内那么多 所以为什么他在那个 市场的建有率的分布的话 没有完全放在香港 有一点在国内 所以为什么他中期的业绩 是表现非常好 就是在香港H股上市的零售股里面 是第一支是没有亏损的一个公司 所以我可以说我们现在如果是投资一个零售股的话 我会建议一些投资姐 在今年年底到明年的第一规刀 千万不要挑选一些 就是在香港重点业务的一些重心 我们看现在好像是一些人事的板块 好像是大发火 他们也就是跌了很多中期的业绩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洛斯坦或者是周大福 他们这些的公司在国内也有店铺的分布的 所以也看见今天的那个好像是那个波斯登 我就是也有推介的 他就是中期的业绩也做得挺好 国内的市场就是有需求 所以所有人现在也就是在国内去做那个消费 也没有来香港做那个消费 所以如果要挑的话 一定要挑一些零售股 在H股上市的 他们在国内的分布是比较大的 这是短期的投资的方法 好 那这个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那同样我们也是关心一下 刚刚我们听到你说到的一些股价的表现 比如说像是大家乐 以及大快火 都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大家看到它的一个业绩出来 也是比较受到这个市况影响的 但今天还不错 这个股价是能够终于有所靠稳的一个情况 刚刚提到的翠华业绩公布 可能也不让市场意外 而且股价说实话也跌来也有限 最新是跌了1%的一个位置 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这些金市股方面的情况 那珠宝股方面 刚刚已经早上也已经留意到 周大福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像样的一个反弹 周大福目前的一个升幅 仍旧是能够维持到8%以上的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事况下面 可以说是有点奇葩的一个状态 有很多大行其实是在它的业绩出来之后 表示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 摩通以及李昂都认为说 周大福他在内地的一个业务 表现让他觉得说 足以能够offset到他在本港的影响 那另外这个香港业务相信有一些回稳的一个迹象 所以把它的一个目标价来提高的 花旗也认为接下来可以买入 因为香港的店铺可能会获得减租 令到它的一个成本能够有所节省 我看了一下大和的报告 其中也讲到它的刚刚您说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净利下跌主要是因为它在黄金贷款 市值重沽的产生的未实现损失 那之前其实盈利警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不用太 觉得说好像完全符合预期 他还提到一点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他说你们留意到吗 他派中期息 就是12港线 他派息比率甚至比之前的还要高 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因为周大福真的很有信心吗 我可以说周大福真的是他陷进楼很好 就是你看一些就是对比 那个沙沙国际刚才已经说了 公司的中期的业绩也做得不太好 周大福本身他在销售那方面 中期的业绩也做得不太好 但是沙沙国际没有派息 但是周大福有派息 就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周大福本身他在现金流那方面 对比沙沙国际是挺好的 他今年的中期的业绩派息率最小 有5%的那个水平 所以对很多人来讲 如果现在的香港的情况 就是经济的情况不太好的话 他是一致零售股 但是派息率是达到超过5%的话 是对一些散户来讲 收息的话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股份 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说投资周大福也有一点就是风险 那方面避险的感觉 因为说他本身公司呢 也有一大部分的一些业务 是做那个黄金对冲的 所以如果现在就是很多人担心 市场的账户是比较波动的话 投资周大福也有一些比较避险的感觉 所以我可以说如果是黄金股的话 一定是投那个周大福的 在零售那方面是大 还有就是也有那个避险的感觉 你看我这个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问你什么 你都已经受到避险的那个感觉 我就很想问 那今天已经拉了8%了 我们还要进去吗 现在今天就不要进去 因为他今天呢 其实我们在技术那方面看一下 其实周大福呢 他的那个技术图已经黄行一段时间了 对 没错 就是那个情况对吧 那今天已经有那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我会建议那个投资姐 现在先不要追入去买入有关的那个股份 我们要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因为他现在有那个比较大的阻力的话 我会预计他在股价那方面 应该会期许上涨 大概会有一点的一两天的回调 但是涨的那个幅度应该是蛮快的 会不会在那个八块以上的水平 也有那个可能 因为可以说在今年H股上市的一些零售股的话 派系率是比较好的 只有他是比较比较挺好的 我还以为是趁突破还要再陈阵追击 好 大家先缓一缓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中长期会看得特别淡 先去一下广告吧 广告过后我们再聊